我是一名记者,现在在韩国工作 由于现在整个国家还是处于红色预警当中 所以像我们这个外书采访 还是都保护的比较严格 也都会佩戴口罩啊,包括戴护目镜 我今天早上呢,在机场有一个采访 现在就准备去干活 可以看到它现在电梯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海报 写的水,不戴口罩不能进电梯 韩国政府呢,是从上周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口罩的限购政策 就是按照生日伪号进行限购 我现在呢,就直达了仁川机场的一个货物区 今天呢,有大批从中国捐赠过来的物资呢 会在这里卸货,从这儿转移到韩国的各个地方 所以很早呢,有大批的记者就已经赶在这儿了 我们现在走进这个窗户里面看一看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堆放的全是各种各样的仿佛面移屋 像这个箱子上有写的,我们是到大丘 大丘也是这次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插车在现场非常的忙碌 我现在采访完,回到了车里 因为我们对于稿件的时效性要求比较高 记者都是在现场发稿 所以我现在在车里写稿,然后把它发出去 我现在呢,抵达了仁川机场T2航站楼的这个到达大厅 这里面平常呢,是人非常的多 因为这是主要国际旅客到达的这么个区域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 很多韩国的这个国际航班都取消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也特别的冷清 而且呢,最近韩国一直是在升级对于入境人员的管控 从昨天开始呢,对于所有的入境人员都要求进行一个特殊的入境的检测 比如说进行体温因检测呀,提交各种的信息等等 然后今天刚刚的韩国政府宣布是从22号开始 所有从欧洲进入的持有长期签证的人员呢 都需要进行十几天的隔离 现在韩国呢,也是用各种的手段在防止输入性病例的增加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首尔明洞这条主街的路口处 明洞这条街呢,应该算是在首尔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了 可以说几乎所有来到韩国的游户必去的人方之一 平常这个地方也是人山人海,不分周末和工作日都是几码 但是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呢 有用于大量的这个游客骤减 这条街也应该非常地冷清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街上的游户量是明显减少的很多 我是来韩国之后第一次见到明洞的人这么少 这个商场里都没有人,而且很多的店铺都关了 关的最多的就是餐厅,上面都写的是亭业 还有很多打折店都已经没有人了 现在是韩国时间,晚上差不多六点钟 我也是刚刚回来 第一件事肯定是扔了口罩洗手,然后换洗各种衣服 因为我们出去经常会用到各种各样的设备 所以回来第一件事不要擦一下这些设备 在疫情爆发之后呢 因为官方一直要求大家要减少外出 不要有局限性的活动 所以很多的发布会也是变成了线上发布会 所以我回来之后呢 也会都在把他所有的发布会的分析啊 资料会再看一遍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基本上今天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如果一会儿没有突发新闻的话 现在准备做晚饭犒劳一下自己 我现在饭已经基本上做好了 一会儿就准备吃饭了 然后这个疫情也是把大家都练成了大厨 希望疫情还是能够早点过去 祝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拜拜